您好 中国日报提问 20日美国务院发言人称 美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在布鲁塞尔会见 北约副秘书长杰瓦纳及各国常驻北约代表 表明美对中国支持俄亲屋的关切 包括通过放大俄有关北约及俄亲屋战争的虚假信息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什么是虚假信息 应当依据客观事实来判定 而不是主观异端 美国穷兵独舞打着人权民主等旗号 四处干涉 挑起冲突和战争 对欧洲和世界局势动荡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不是虚假信息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主张通过对话谈判 解决欧乌冲突 反对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这也不是虚假信息 当欧洲国家为冲突付出沉重代价时 美国的军火商和游戏公司 却赚得盆满钵满 这同样不是虚假信息 相反 宣称中方默许纵容俄罗斯 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 俄方请求中方提供军事装备 这些才是不折不扣的虚假信息 美方应当停止散布抹黑中方的虚假信息 正是和反省自身在俄乌冲突中应当承担的责任 同国际社会一道 推动乌克兰危机尽早得到政治解决 不要为一己之私 让欧洲和世界付出更大的代价